11點多園警接貨報案 將車停在事發地點門口 沒多久 以免紅藝男搖搖晃晃 比隻往警車走去 下一秒卻來一技右勾拳 直接砸向警車 而這一拳威力不小 後擋風玻璃被砸出大洞 還黏著的部分 也全都碎成蜘蛛網狀 園警這狀看傻了 是誰膽敢破壞警車 往附近一看 往後 趴著 手趴著 手往後啦 你手 夾 事發地點附近 紅藝男就最倒在人行道上 右手還有血跡 這下逮到人了 但徒手打破警車車窗 何必呢 我對警察丟XXX 我不壞 我承認 是你的學長 很XXXX 噴我啊 噴我啊 原來四十五歲的周系男子 早就對警方很不滿 十三號晚間 在花蓮國蓮二路巧遇巡邏車 才會徒手揍車出氣 而男子事後被警方壓制帶回 這才發現 酒測值高達1.39 迴損等罪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不滿警察就拿警車出氣 但這鐵沙掌用錯地方 這下不只右手掛彩 酒醒後該附的刑責 揮拳當下 想過嗎 三線新聞 吳彥 傑海銘 尤濤 歡迎報導